一個注意給同學就是這個大二兜開箱的號碼 這個網站裡面的話 它就有個叫 有沒有 它是用ASP來寫的 那一般的網站大概區分成 大概至少四種 你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這個就是動態網頁 有ASP最早期的 或者是ASP加X 那就是ASP.NET 或者是PHP 你們可以注意一下 我發現政府機關 或者什麼什麼協會 比較沒錢的都用PHP 那比較有錢的像竹科 或中華電信都用什麼 JSP 那稍微還不錯的也有一些叫什麼 用ASPX 那後面如果說有沒有 所以這個副檔名就可以看出 這家公司它的屬性 如果用.ASP 這個應該是已經很老舊了 沒有人用這個東西了 或者是一些學校單位 反正他也不會care說新舊 如果你用PHP當然就不用錢了 所以中小企業或者是一些什麼協會 最喜歡用這個東西 那如果ASPX 因為要跟微軟買很多東西 所以需要花錢 這個公司應該還有一點點錢 那如果用JSP的話 那技術很困難 需要比較厲害的工程師 所以會用JSP 所以我發現竹科 比較大的公司會用JSP 電子商務也會用JSP 像淘寶網他們也用Java 因為需要快速一點的效率高的 那比如說以這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問號 index等於1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叫get 就是用網頁傳遞參數 那這個東西我們可以 比如說用網頁去抓資料 下禮拜可以試試看 它裡面的話你會發現 這種歷史資料 像我好像有給各位一個範例吧 入門班有就是 請各位告訴我 歷年來1到49號 哪一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前十大請你列出來一個清單 那你在怎麼辦 第一個當然你要data 第二個的話你爬個VBA 大概如果你data出來的話 大概只要個一下子的時間 就有答案了 可是你不會的話 恐怕你會慢慢摸 摸一整天都沒有答案 那第一個你需要data 那有沒有方法一鍵完成 按下去 這邊全部都下來 你有沒有看1這邊 下1也什麼 2的話有沒有 上面變2對不對 那一直到42 有沒有 所以上面有42 那都針對同個table 那你有沒有方法按按鈕 自動怎麼樣 我的需求就是 就是 按一個按鍵 1到42個page 全部都幫我下載下來 那你有幾種策略 是產生1到42個工作表 就是new 然後1 new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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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好像 不是要這樣 你需要什麼 乾脆 直接add一個新的 然後就把他們全部的通通都集中在一起 那這樣也比較好分析 那你就可以馬上得到 只要開獎以來 所有的開獎號碼都有了 對不對 那再來第二個 你處理裡面的資料 把號碼切割開來 然後再去算什麼 它的機率 那算機率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你用什麼 conif就可以了 conif 比如說conif 它的號碼裡面 有沒有是1號的 那就出現 那再算機率就是conif 出現的次數 再加上全部的號碼 用conif就可以 全部的號碼 除以總共的號碼 就會有個7 它的出現的機率出來 那再排序一下 不就會有個答案了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人家問你說 請問大樂透 歷年來開出號碼 最高的前10個號碼 是哪10個 請給我答案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這答案都在哪裡 都在網路上面都有 所以你們回去可以試試看 這也是一個回去的作業好了 太多了 網路上這種類似的案例 這個舉都舉不完 那只是說你怎麼樣 可以快速完成這件事情 OK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我們等一下 要繼續來看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的欄位 剛剛是業務改成產業別 應該沒問題吧 那如果說我要改成什麼 數量 就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篩選的規則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篩選的時候 當然所以這個部分你們可能要重錄一下 數量 那如果說我今天數量 我希望是什麼 誒 借於好了 假如說我要借於 當然你也可以錄大於小於 不過這個規則都差不多 借於的話會有兩個規則 所以呢 input bus 可能會有一個x 可能會有一個y 那另外的話 做完之後的話 還有一個建檔日期 這邊有日期 所以以後的日期 一般查會查什麼 也是介於 那你如果查到之後 自動幫你產生一個range的資料 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部分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針對文字資料沒問題 針對數字資料 或者是日期資料 也可不可以怎麼做 那接下來的話 總價跟那個日期 我把這兩段複製一下 那當然你們可以自己重做或怎麼樣 那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就是說 第一個 我需要會有一個大於哪一個值 比如說我今天 我希望去查哪一個值到哪一個值之間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查那個總價 最高的那幾個 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我可以利用那個排序 比如這邊的話 可以按照那個最高的那些 比如說它的那個 這個 把它用千分位符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比如說它的那個總價 最高那兩百萬 比如說我希望看一下 哪一些單子兩百萬以上的 幫我把它列出來 兩百萬一百萬以上的 或者是多少多少萬這些 那我可以這樣從總價裡面看出 哪一些業務人員 它的那個就是說 比較厲害一些些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所以第一個 我要怎麼去把這些資料給篩出來 然後再最後再把它按照那個排序 按照建檔日期再排回去 那個地方的話自己再重新排一下 好那比如說呢 我做好這個動作 那特別注意你可以重新錄製 因為這個 錄製的規則不太一樣 那裡面你會發現 如果你今天用那個介餘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 你們可以跟剛剛比較一下 最大的差別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 第一個就是 Fear它會變成什麼 第八欄 這個是第幾欄 那這個範圍當然都一樣 第二的話呢 Criteria 你會發現 這個 Criteria 1 剛剛是直接一個字串 可是呢 這邊它會出現一個雙引號 然後是大於等於 多少 它會有一個數字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 改成 and x 也就是說呢 把輸入了那個 它輸入了一個字串 把這個字串並進來 那再來會出現什麼 一個邏輯 也就是說你可能兩個條件 它一個operator 就是說 而且後面有一個邏輯 一定是and 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一定是and 你不能是偶 偶的話 那出現的東西就會一堆了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有一個交集或連集 你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動一點手腳 也許你現在也可以變化出一個什麼 表單吧 那可以把這個功能當成一個變數也可以 只是這個可能延伸性很大 那Criteria 2 就是小於等於y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多一個y 當輸入的時候 值就過來了 有沒有 那再來其他還有什麼不一樣 name的部分 剛剛是直接給一個x 那可是問題我要需要一個敘述 所以我這邊的敘述 所以我這邊的敘述是介於x與y 但後面你可以什麼之間 不過我覺得不用啦 那介於什麼就好了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要查的是 比如說 100萬 200萬以上 200萬以上 那200萬的敘述 我可以最大可能到300萬 或者250萬 然後到哪一個 所以我這邊的話 寫好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不確定到底不OK 我可以講 設個中段點 應該知道我在改什麼了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就是直接執行它 不過特別注意 順便講一下 剛剛好像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這個按鈕變形 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邊加個按鈕 它會因為篩選 然後把它的高度壓扁了 你們等一下可以這樣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不希望那個按鈕變形的話 額外說一下 右鍵控制項的格式 請注意有個叫摘要資訊 它預設什麼 大小位置會隨什麼 除層格而變 請你改成什麼 第三個 大小位置不隨除層格 不然的話你以後 放在這邊按鈕 以後都會變一條線 因為它篩選之後 那個高度變成一條線 它也變成一條線 所以這個額外說一下 因為之前的同學遇到類似的問題 好改這個 它就不會變形 那我們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直接run好了 這邊是個中段點 這個日期部分 總價部分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run一下這個地方 然後直接優標放這邊 假設我今天是 它要大於多少 大於200萬 個時百千萬 十萬 百萬 然後小於多少 250萬 個時百千萬 十萬 百萬 好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這兩個值 都過來 然後 優標放這邊 把它選起來 接下來新增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就下面這個 工作表12 重新命名 有沒有 藉由 它會幫我把什麼 剛剛的X跟Y 的值 放到這邊來 OK 好 然後呢 油標放A1 做什麼呢 貼上 藍寬調整 再來切到A1 再切回到問題7 再取消篩選 回來了 OK 結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單價 這個地方就出來了 欸 那當然最後你也可以再補一個 如果說你要讓貼心一點 你可以排序 比如說再補一個 就是那個地方 按照由大到小排序 那會當然更理想 不過那個功能 我想自己再去加一下就好 如果你那一行不會 沒關係 錄製一下嘛 錄製完東西貼到那個下面就好了 OK 好 那這個部分應該沒問題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修改什麼 建檔日期 那建檔日期會有個問題 我剛剛有講過 這個斜線 如果你要把這個斜線放到這個名稱裡面 新增一個名稱有沒有 它是不允許斜線的 所以怎麼辦呢 我必須把它轉換成底線好了 底線就可以 好像dash也不行 橫線也不行 減那個符號也不行 那所以 改成底線好了 那怎麼做 這邊注意喔 所以剛剛的東西的話 我們一樣 假如說 把日期部分 所以 底下有個叫篩選 建檔日期 那這個我想都一樣 你們也是這樣去錄製 不過你會發現喔 錄製下來好像 日期跟那個 數字的介餘 錄下來的東西都一樣 所以好像以後你也不用錄了 反正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錄久了之後 你就知道規則 錄完了之後 你就 把錄下來的東西當什麼 當範本 所以以後喔 不需要傻傻一支錄啦 反正錄過一兩次之後 你就知道 原來錄來錄去都一樣的東西 就拿來當範本不就好了 複製貼過去 改一改就好了 所以我放在原材上的東西 就是一個很好的範本 以後你只要改什麼 改那個 你的篩選範圍 對不對喔 就是欄這個範圍 然後條件改一下 還有第幾欄 有沒有 剛剛是第八欄 現在改第一欄 然後條件的話 大於等於這個 and 小於等於這個 那其他都一樣 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在喔 如果我今天 假如 這個地方喔 比如說直接把什麼 把 這個介於喔 比如說我原來是這樣寫 原來是 這個 這個先註解掉 原來的寫法是 Name 介於什麼 介於這個 不要這個沒有 好 原來是這樣寫 介於X與Y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喔 等一下執行到這邊的時候 會發生狀況 什麼狀況呢 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2008年 整年度的好了 那我要找 那當然這個地方 我就執行這個 執行 從那個 2008年的 1月 1號 按確定 到2008年的 12月 31號 整年度的喔 OK 按確定 那 他會新增一個 add 工作表對不對 那剛剛 總價 一樣的寫法 可是你會發現 按執行 他會跳出什麼 執行工作階段錯誤 什麼問題呢 斜線無效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 如果你要把名稱更改的話 其實還有什麼 另存心檔也是一樣 就是 只要是檔名啊 工作表啊 等等的這些 都不能用以下的字緣 這個 一直到這幾個 這些都是保留的喔 所以 其中有個斜線 那怎麼辦呢 我們必須怎麼樣 把它rename 如果我今天的需求 這樣子 這個順便講 就是 我希望 這個保留了 但是呢 我又希望有另外一個 可以代替它 假設我用這個來取代 那問題 我要怎麼取代 比較快喔 方法很多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記得用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是VBA的函數 叫replace 取代嘛 對 那取代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喔 我們偵錯一下 就上面這一行 我先建一個物件 叫s 後面的話呢 replace 如果replace你打不出來沒關係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 這邊打個VBA開頭 也可以打 點 r開頭的 re re 有沒有 打個re 就出來了 所以以後你打個VBA 點 所有的VBA裡面 所有的函數都會列出來 裡面一定會有replace 空白鍵一下 另外好像我印象中 如果你不知道replace怎麼使用 你可以在replace上方按F1 F1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點call help help就是 請你幫我把我不知道這個東西的說明書 掉出來 有沒有 它就跳出來了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不會寫 沒關係啦 反正我大概知道說 replace 有這個replace 它可以幫我replace 致串 但是呢 我不知道怎麼去 傳遞我需要的參數的話 那關鍵就在這裡 語法 replace對不對 瓜糊一定會有 第一個 你要給它的字串 第二個是fine fine什麼 就是要取備找什麼 找斜線 那replace是什麼 後面還有很多 如果是中瓜糊的話 請各位注意 中瓜糊是非必要的 沒有中瓜糊是必要的 必要的參數 ok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我只給三個參數就搞定了 如果你還是不知道怎麼做對不對 底下有一些詳細的說明 那如果還是不知道怎麼樣 這邊有範例對不對 按下去範例 有時候我會看範例 不過 按下去 你會看 無法顯示頁面 這個應該是它裡面的bug 或者這邊是不是有個執行一下 看一下 誒 範例就不見了 好哪裡去了 ok 那個 反而那個月後面 像2007 反而還有範例 2010範例不見了 然後2013怎麼樣 2013最近好像發現同學 這個說明檔變英文的 中文版的不見了 那中文版變成怎樣 正在 正在建設當中 正在更新當中 好像越後面的版本 反而越不好 這個我想特別要注意一下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知道怎麼做之後的話 把它刮虎一下 打什麼呢 打你要的那個字串 那你要的字串的話 就是底下這個 就是剛剛這個東西 對吧 你把這個字串搬上來 痘點 取代什麼 取代它的斜線 痘點 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底線 底 其實Dash好像也可以 好像剛剛沒有那個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我喜歡的底線 好 刮虎 然後再把這個S放過來 這樣子 城市跑到這邊 倒車 有沒有 其實VPA還蠻厲害的功能 就是它的除錯環境還真的很優 其他開發環境 有些還沒辦法倒車 OK好 倒車之後有沒有 取得這個 就是把所有的斜線改成底線 然後呢 丟給底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有沒有 這個取代完之後 就沒有問題了 OK 那其他都一樣了 所以我把它執行過 這個時候呢 他一樣會幫我把什麼 最後的那個 這個日 這個區間的日期 全部都幫你查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光篩選這裡面 他就等同是 所有資料庫裡面 可以查詢的 我想應該都OK了 想來想去 好像大部分能夠查的方法 幾乎也都沒有問題 會比較差嗎 不會啊 效率會比較慢嗎 其實有慢一點點 你看他們切來切去 但是說真的啊 沒什麼差啦 做得出來最重要 差那個 不到一秒鐘的這個差距 其實一般的User 完全不會care 對不對 最重要是 我的彈性要大 最重要是 我要很快可以開發出我的東西 最重要是 後續維護也很簡單 怎麼維護 切到visual basic裡面來 就可以馬上更改了 你愛怎麼改怎麼改 對不對 誰不會改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這個 建長日期 實際上是從 總價call過來改 對不對 可以啊 不過最後還注意一下 就是說 你們做完的東西 請記住 你的智慧財產圈 右鍵屬性 保護 加密碼 確定 下一次人家 就看不到東西了 這是你的智慧財產喔 這是有價值的喔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一點東西出來 其實現在還蠻缺競銷存的 我發現喔 因為坊間競銷存真的太難用了 大家都需要一個叫 isual VBA版本的競銷存 可是喔 目前沒有人做 非常缺 因為競銷存系統 隨便一套都幾千上萬的 幾十萬都有 那如果你做一個簡單版的VBA 把他鎖起來 你不用賣太貴啦 然後你就符合某一個 你就鎖定某一個行業別 其實喔 這個空間還非常大 有沒有空間 非常有空間的 能不能真的賺到一點喔 我敢跟各位保證喔 是絕對可以的 OK 那當然你需要花一點時間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主要是講到 這兩段 總價跟那個 建檔日期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喔